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在开春之后南花会冒出这个新芽 那么新芽的话呢,在冒出土之后会有大概20天左右的一个休眠期 但是呢,据有话有反映自己的这个南花新苗啊 在度过20多天的休眠期之后呢,还是处于一个不生长的状态 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呀,江芽了 那么像这种江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给它浇上一杯神仙水就可以了 这个神仙水就是这个HB101天然活力素 那么它是日本进口的,在业内的话呢,常常被誉为是神仙水 那么它有什么功效呢?其实它的功效很多 最关键的就是它可以提高植株的一个生长活性 可以激活这个细胞活力,促进这个植株啊,能够恢复快速的生长 而且它还可以提升植株的一个抗性,特别是这个小苗的抗性 那么这个神仙水应该怎么用呢?使用方法很简单 我们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搅拌均匀,溶解之后呢,给这个兰花灌根就可以了 我们大概一个星期给它浇灌一次 很快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苗就开始恢复生长了 等到恢复生长之后,我们也不要停用 我们之后呢,可以把它稀释3000倍 然后再来浇水的时候,给植株进行灌根 可以增强这个小苗的抗性 可以让小苗啊,能够生长非常的快速 当然,我们再给它使用上神仙水 等到它恢复生长之后呢,一定要用肥 因为小苗生长期,如果这个肥不足啊,它会长得特别弱 那么用肥的话呢,我们就要用一些含氮量比较高 但是其他营养又不能够缺失的肥料 如果不懂用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这种专用的肥 蓝科专用有机营养液 将它稀释500倍进行灌根 或是稀释1000倍进行喷叶都可以 它不仅营充足 而且呢,里面富含有这个微生物 这个盆土里面得到这个微生物的补充 那么这个蓝根菌会繁衍的更多 那么植株吸收的养分充足了 自然长得旺了 所以如果南华的新芽浆苗了 大家给它浇上一杯神仙水 后期只要适当的用肥 这个新芽就能够称称长 很快长成一株壮苗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